我最当时的我超有种 却写了不愿跟着我 以为OK有个玻璃心 I'm OK的歌后 直到我天真的感觉走 直到美丽在瞬间 或者到我想说的有人懂 才叫歌后 我怎么想不想听懂 我怎么想听懂 你还记得记者会上 你曾经为她哭过吗 她就是傻泪姐啊 对傻泪姐是不是 她私底下也是 私底下也是是不是 好 那么来欢迎出位傻泪姐 欢迎彭佳慧 佳慧姐 佳慧姐 不要哭 好 这个欺涌一下好 欺涌就好 好 天呐 好 左边看一下 手洗手洗 体力 她是爽泪姐 对 她在发抖了 右边补一下好 右边补一下 这边这边 好 姐妹请胜 好 姐妹请胜 我知道For Every Young 本来是谁给我唱的对不对 对 我们之前在记者会唱的 对啊 你算你算 你算你算了吗 对本来 本来给了佳慧姐 然后因为我们的制作人是同一个人 她叫陈剑琪 大家有问题可以找她 在送你礼物之前 你要口头答应我 我知道你一定会口头答应我要唱歌 要 要写歌给我 看你唱歌很漂亮的东西 完全没有 讨债 讨债集团就是 是一个讨债的概念 是一个讨债的理由 当然了 要是签下来 一个空白的乐谱 要让上爱写一首歌 今天就叫她先写一首歌 先 但这个 这个歌是 呃 帮我写歌是 一辈子哦 啊 这张 这张代表 那么大张的名字是这样子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Forever Forever Promise Forever Promise 我一直是爱舞台的 只是可能因为之前有点太督促自己 让自己失去了趣味 反而是 对 有点像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完美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感觉 但我现在蛮快乐的 而且最近的表演我自己还蛮满意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到时候会让大家 哇哦 嗯 邀歌会不会让你觉得压力蛮大的 不会耶 对 尤其是像我跟嘉惠姐 这么亲近的朋友 我觉得更容易聊出一些 专属于我们两个的女人心事 对 就是只要她找我去吃饭 我就会去 是因为如同她所说 我交歌交得太慢了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归宿来着的人 所以交给她的时候 啊 刚好可能专辑也只剩下一首的 Kota 对 可能要收一首别的风味的 情调的歌 然后这一首 就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不觉不觉的 进到我的专居里面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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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